如果能成神你还愿意做人吗 小叶是名普通大学生 在一家餐厅打工梦想当一名公务员 是个老实又本分的男生 脑中从不去想一夜报复这种事 每天粗茶淡饭就已经非常满足 有个混混同学上学的时候经常欺负好朋友 还让朋友明天凑够30万 虽然没欺负过小叶 但心里一直很不爽 回家中途从天上掉下来一个黑色笔记 翻开封面还有使用规则 只要名字被写在上面 并且40秒内写下死因内人必亡 但必须看到长相和知道名字否则无效 同名同姓不会产生效果 如果不写死因全都会突发心脏病 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解下小混混名字 不过怎么都擦不掉 反正也是恶作剧也就没当一回事 第二天竟真的因心脏病离世 小叶不敢相信 难道自己一个简单举动就能抹杀一条人命吗 被欺负过的人都在私底下庆祝 再加上本来就不信这些东西 咋算当垃圾扔掉 老爸武郎和老平正在调查一起抢劫案 凶手杀害司机写款潜逃 警方已经发布通缉令 当晚一位倒霉警察巡逻惨遭不幸 抢走枪躲进一处民宅 犯人十年前服用兴奋剂犯下过命案 前科累累是个疯子 武郎主动替换孩子当人质 小叶突然想起笔记本还在垃圾袋中 为了救老爸也顾不上那么多 在脑中记住凶犯容貌并将名字写下 接下来只能等待漫长的40秒钟 电视上传来枪声 人质和老爸都平安无事 武郎告诉老平 犯人正要开枪 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 一阵剧痛突然暴毙 这回小叶不信都不行 回过头看到死神刘克 据说是死亡笔记的主人 上来就问感觉如何 小叶一脸不可思议 吓得跑出门外 来到一座大厦楼顶扔掉笔记 身被两条人命 也不打算继续活下去 不远处传来死神的声音 真不想要这种好东西吗 让老子缠上先别着急送死 死神并不会夺人魂魄 那只不过是人类编造出来的幻想 刚来地球的时候笔记就属于人间 有这东西说不定能称霸半的岛国 甚至还能让你成为有钱人 如果留给坏人也许更好玩 话说到这时候上看着办 小叶有点想要 问使用的代价是什么 回答苦恼与恐惧 用过的人不能去天堂或地狱 说完便张开翅膀飞走 时间一晃过去一个月 此类事件不断在全世界发生 百一少年山崎将目标锁定在日本 这天晚上又有一个通缉犯遇害 他们全都有个共同点 属于暴徒和服刑犯 没有外伤全是突发心脏病 小叶变得越来越疯狂 渐渐已经习惯这种杀戮 现在只想构筑 让大家都能安心生活的世界 妹妹突然闯入却看不到死神 原来只有碰过笔记的人才能看到 现在已经做掉50多人 也不打算回头 并且创建一个地下网站 自封基拉大人 有苦有冤随意倾诉 社会大众全在讨论这位神秘人 有人说他是杀人狂 还有人说是清除世间污碎的大婶 这天又盯上一个目标 喜欢的偶像脚杀家人遇害 犯人却能拿到假释 不理解法律 为什么要保护他们 外国警察开启全世界直播 放出豪言 一定会把那个叫基拉的家伙逮捕 小叶也不含糊 直接写下名字 40秒后 不发心脏病而亡 原来刚才那人是死刑犯 删奇在背后主导一切 不甘心的话就再杀自己一次 虽说全球同步直播 但实际上只有关东地区能看 这样就能确定小叶大概位置 珊奇是个从不露面的知名侦探 对这种犯案手法异常感兴趣 以或警方允许参与侦破 经研究晚上8点到0点 杀人的概率为34% 0点到3点则是42% 全都在晚上 推测可能是个学生 受害者还有个共同点 脸和名字都能在新闻或网络中找到 这样就能基本确定 只要看不到脸和名字就无法作案 小叶从老爸同事那里得到消息 于是选在白天行动 借此错开时间 如此一来 基拉式学生就会被推翻 这天收到小杀留言 请求制裁杀害父母的犯人 结果刚被假释 就死在监狱门口 在粉丝见面会上 向大家通报喜讯 上台表演比以往更富有活力 死神刘克也是个逗逼 像小孩一样各种搞怪 小叶聪明反被聪明误 改变时间作案成为瑕疵 山崎牢牢抓住关键点 专案组肯定有人泄密 看来基拉不仅是学生 还和警方家属有关 于是派人24小时监控所有人 小叶心中也在琢磨 自己被怀疑到什么程度 想做掉小黑又不知道名字 刘克嘲讽 让人家玩弄于鼓掌 向知丧家犬 中途露出狐狸尾巴 然后被送上断头台 小叶决定先下手为强 笔记不仅能让人死 还能操控行动 小青之前漏掉一个规则 写上死因有6分40秒的时间 来描述死亡过程 为了确认能做到什么程度 决定做个测试 如果顺利的话 也许可以查出小黑名字 甚至还能除掉山崎 次日做掉一个死刑犯死因 依然是心脏病 不过这次墙上多了个苹果图案 另外一个监狱里的犯人 对着空气大喊 埃菲尔铁塔 随之一命呜呼 第三名逃出牢房 死在厕所 警方实在搞不懂 为什么要这样做 山崎第一时间封锁消息 除了死因 不许透露其他任何细节 没猜错的话 基拉应该是故意而为之 想清除所有妨碍她的人 包括在座的各位 所以小叶到底想干什么呢 其中两名犯人 全都按照笔记描述之行 喊埃菲尔铁塔的老哥 却没成功 推断只要不违背常理都能操控 不过现在必须谨慎行动 哪怕出一点小纰漏 都会全盘皆输 就这样 每天晚上照常打工不留破绽 可依旧没能摆脱嫌疑 晚上朋友约他去看小沙演唱会 本来想拒绝 刘克却在一旁隐喻 那个妹子活不长 两天之内就会殒命 作为死神 不仅能预知寿命 还能靠人类回血 比如某人可以活到60岁 如果在笔记上写40岁死的话 自己就能增加20年寿命 世事无常 具体不能细说 刘克也有职业道德 以上信息要支付两个苹果 小叶虽然牵挂 但不能擅自行动 基拉明明是拯救世界的大神 现在却连想救的人都无能为力 既然如此 那就用真实身份 晚上从打工餐厅溜走 在粉丝见面会上大喊 明天下午7点你就会吸去 小沙半信半疑并没放在心上 保安却颇为在意 希望了解真实情况 小叶自然不能暴露死亡笔记的存在 只好说谎会算卦 保安想起 有个宅男总拿着相机偷拍 明天握手会一定严加戒备 回到家遭老爸盘问 如此看来 山崎也已经知道 时间不多 必须冒险一搏 又找到一个囚犯展开测试 次日报纸上登出内人自尽 死亡笔记原来还有这种功能 随之记上心头 坐上公车 小黑紧钉不放 车上还有一个通缉犯 小叶故意告诉旁边乘客 我们一起上 说不定可以制服他 小黑奉劝不要鲁莽行动 小叶提出质疑 你不会是犯人同伙吧 除非拿出点什么证据 为自证清白掏出假名片 犯人也挺配合 让小叶把所有人的钱包集中起来 经过一番折腾 终于知道真实姓名 突然犯人将枪对准自己扣动扳机 至于笔记上的描述完全一致 拿到姓名 写下第二部计划 让小黑击毙山旗 完成一件双雕 接着赶到握手会现场 却发现场地不对 原来保安才是那个痴男 堵在小沙家门口疯狂表白 我这么喜欢你 居然还打我 保安气急败坏一把 将姑娘推下楼梯 小叶垂头丧气 没能救下姑娘 其实并非如此 小沙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保安命丧黄泉 小叶费尽心思 妄想利用小黑达成一件双雕 反而弄巧成拙暴露自己 还被发现有操控别人的能力 被山旗玩弄于鼓掌间 似乎已经明白 智力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遭逮捕已成定局 情绪逐渐失控 打算撕毁笔记结束一切 刘克一把将旗夺走 为了保命 不如先送你爹上路 正在纠结之际 老爸带着同事推开房门 原来只是例行调查保安之死 难道警方什么都不知道吗 刘克更是一头雾水 为什么小沙能活下来 第二天很奇怪 小黑继续跟踪监事 这不就意味着 山旗只是在试探自己吗 所以老爸他什么都没说 只要不让他们找到笔记 就不会被逮捕 于是把笔记藏在桌子加层 并设置机关 如果有人想拿走 就会瞬间产生高压电 笔记会燃烧殆尽 甚至会点燃房间 山旗跟每个遭监事的人 都说过同样的话 为了拿到证据去挑衅他们 不过收效甚微没啥成果 随着时间推移 发现笔记并非万能 尽管可以控制死前行为 却无法杀死第三方 那怎么才能做掉凡人的小黑呢 刘克开始推销起自己那双死神之眼 不仅能看到别人受命 还能知道名字 不用课金也无需加入会员 只用一半受命做交换即可 小叶又不准继续钻研规则 恍惚间恶毒计划浮现在脑海 公交车结案 看过小黑未婚妻照片 名字赫然写在背后 已知有很多小黑探员 做掉一个肯定不行 除非把他们都除掉才不会被怀疑 成奸除恶的道路上 不允许有绊脚石存在 拿同学做掩护 寻找没有监控的地方 咖啡厅符合所有要求 对面餐寡还能监视目标 于是将小黑骗到厕所 留下他未婚妻姓名 根据提示 找到几张信封一样的纸张和对讲机 小叶命令必须遵照 只是行动 否则你女友小命不保 第一个问题 删其真实姓名 这还真不知道 第二个问题 有多少位探员 用电脑看着他们容貌 并把名字写在小框框里 小黑乖乖照做 然后要求去一间废弃工厂 红框下面是死亡笔记撕下来的纸 计划果然恶毒 珊奇并没打算阻止 不一会儿大批探员归西 小叶以为计划天衣无缝 刚想回收袋子完成闭环 谁知小黑并没写下自己名字 还打开信封看过内容 企图反抗 那是想太多 人家有枪 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だ FBIの捜査官は全員死亡したそうです 今回は僕の負けだ リューグ リューグが助けてくれたのか 助けるわけねえ 早速使ったね デスノートと死神の目 まさかキラが私のファンだったなんて 第二のキラ 小沙是第二个キラ 并且拥有死神之眼 作为代价损失一半寿命 武郎分析小黑生前录音 进一步确认 嫌犯就在警方家属中 小叶智商逐渐上线 提前一周写好杀人计划 现在可没有犯错的余地 每一步都要谨慎再谨慎 甚至在门缝做标记 防止有人偷偷潜入 另一个问题再次出现 第二キラ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帮自己 删起变得更加激进 命令管家在所有嫌疑人家安装监控 小黑未婚妻那张照片 成为重要线索 着重调查跟踪过的对象 经过层层筛选 小叶和部长一家入围 武郎为了自证清白 举双手赞成 主动要求厕所和洗澡的地方 都装上探头 跟随小沙的雷姆特别善良 好心叮嘱没习惯前 不要过度使用死神之眼 不要试图寻找姬拉 拥有笔记的人会变得一身一鬼 小叶回到家瞬间感觉不妙 门缝里的纸条保持原样 因为纸条只是障眼法 真正的机关是门把手脚步 离开房间每次都会拉低一些 现在确定有专业人士入侵 表面装作若无其事 心里却慌了一批 笔记上提前写的名字只能维持一周 随身带的纸最多写五个名字 如果监视一直持续下去肯定露馅 于是利用刘克爱吃苹果这个特点展开公式 要求这段时间内必须戒掉苹果 因为在外人看来飞天苹果不科学 除非愿意一起帮忙找监控和窃听器 保持中立的刘克无奈选择妥协 吃不到苹果还不如灰飞烟灭 几分钟就搞定监控位置和角度 为了表明不知情 明目张胆看着小黄叔 完全符合20岁该有的特征 亲爹敢怒不敢言 制裁还在继续 监控中并没任何异常 正常来说应该排除小叶 珊琪可没那么好骗 吉拉能控制死亡时间 此次重点放在信息站上 我们一步步放出犯人报道 如果当场或当天死亡才能说明问题 这才是监控的真正目的 也是分辨吉拉的唯一标准 晚上新闻首次播报 犯人就死于心脏病 部长一家正在看综艺节目 五郎闺女则在洗澡 小叶一直在房间学习 珊琪一头雾水 这到底怎么回事 之前我们说过小叶随身带着纸条 将手机放在零食袋里写下名字 攻略点在于调整过监控的死角 反向利用警方为自己提供不在场证明 五郎和同事终于松了口气 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珊琪反复查看监控找出破绽 转天出现在学校自报家门 拿出同款零食以示尊重 邀请打一场网球比赛 如果你能赢话便会说出真实姓名 反之就要为自己做一件事 小叶脑中反复计算得失 这波不亏果断答应 不过始终想不透 为什么会冒险露脸 最后艰难赢下比赛 珊琪愿赌服输说自己叫丧彪 和某个明星名字一样 笔记规则中明确标注 同名同姓不会产生效果 小叶当然知道自己被当猴耍 一听就是假名字 不仅没办法验证 还被像狗皮膏药一样的东西粘着 很奇怪 痴汗小偷接连暴毕死于心脏病 标准突然降低 让警方错不及防 原来是小莎在搞东西 只为博取小叶信任 手法极为粗糙 毫无章法可言 还用基拉名义发来恐吓信 号召民众创造一个没有犯罪的世界 希望警方别不知好歹展开合作 警方高层用假名做出回应 根本不可能 小莎无视姓名将其秒杀 现在珊琪真是有点害怕 基拉已经进化到 露脸必死的地步 一筹莫展之际 猪队友走进监视范围 小莎不知道被监视 又给予表明身份 崇拜之情易于言表 完全不懂轻重缓急 谈话内容险些暴露死亡笔记 幸好有妹妹在场不好直说 小叶不得已把姑娘推到门边抢吻 只有这样才能让她闭嘴 结果挨一巴掌双双离开监控范围 实际上只是商量好的苦肉计 来到公园 小莎坦诚相待 自己拥有死神之眼 搞这么一出 是为了逼山其献身将其歼灭 小叶脑瓜子嗡嗡响 想法很傻很天真 那家伙可是人精 应该已经察觉存在第二季啦 虽然情况很严峻 但姑娘完全没当一回事 只想陪在身边当外怪眼睛和女友 胸大无脑过于单纯 提出帮忙保管红色笔记请求 留在她手里迟早惹祸 自己也能活得长点 话音刚落 接到经纪人电话回去工作 山其着手分析两个基拉特点 第一位除了消灭跟踪自己的人外 一直避免伤及无辜 坚守原则 把想法渗透到民众思想 第二位能力更强 但没有章法 也许能成为突破口 于是对恐吓性进一步展开排查 刘克吐槽姑娘胸大无脑 不如除掉她怎样 小叶当然明白利害关系 虽然存在风险 但益处更大 做掉山其梅她不行 话说怎么才能让两人见面呢 刺着姑奶奶又来学校引发围观 还说了让人容易误解的话 想要嘛 想要就给你呗 气氛过于尴尬 赶紧带走 晚上主动上交笔记 不想成为累赘 只交给别人保管 依然能保留技能 毕竟小叶帮忙制裁杀害家人的罪犯 已然把她当成托付终身之人 还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开 小莎为什么能活下来 那是因为有个死神也是她粉丝 不惜赔上性命杀死保安 死神仅仅是为了缩短人类寿命的存在 帮人类增加寿命只能灰飞烟灭 小莎知晓一切更愿意帮忙消除世间罪恶 我们没必要躲躲藏藏 光明正大才不会引起怀疑 小叶深受启发 假装发现监控逼珊琪和自己联系 接到电话直言不讳 老子不是什么基拉 利用这点逼她当面对质 两人各怀鬼胎 约定在调查总部见面 并且拆除所有监控 第二天如约而至 珊琪第一项测试问 怎么看待那封恐吓信 回答基拉不会写那东西 第二项测试 自己要不要出席发布会 小叶每说一句话都要考量再三 建议取消静观其变 第三项测试 发表一份关于第一基拉的声明 大概内容是停止无意义杀戮 以此为陷阱引出第二基拉 小叶让小沙寄信给警方 声明尊重所有指示 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被监控拍到 万一被抓绝对不能供出对方 更不许提及笔记存在 山崎收到回信 宣告计划失败 心中难免有点消沉 小叶渐渐洗脱嫌疑 邀请一起去看小沙演唱会 毕竟引出来才有机会 起初没报多大希望 出乎意料的是竟敢真的以身犯险 于是打电话告诉小沙样貌穿着 眼看计划大功告成 会场有一半都是同样装扮 突然感觉不对劲 坏消息再次袭来 竟然没按时登台 山崎表示第二封信剪出花粉指纹 这些证据全部指向小沙已遭逮捕 基本确定就是第二基拉 各种诱导笨姑娘承认 小叶独自在房间惆怅没有对策 万一受到严刑逃打扛不了多久 难道非要杀人灭口才行吗 于是以男朋友身份询问状况 山崎故意放大音量挑拨两人关系 说基拉为了保命一定会除掉你 小沙突然不再挣扎 在高强度审讯下终于支撑不住 嘴里说着只有你可以做到 这句话让所有人一脸问号 小叶不敢说出真相 老爸只能挂断电话 雷姆走上前无奈地伸出右手 小沙倾刻间失去生气 不过很快再次复活 和之前完全判若两人 对自己为何在这里丝毫不知情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雷姆不忍姑娘受苦 让她放弃笔记所有权 之前发生的时就会忘记 现在无论怎么审讯也没用 不知道自然回答不上来 不过爱意并没消失 刘克嘲讽同情人类不配做死神 雷姆将红色笔记交给小叶 只要你还被怀疑 她就永远无法脱离危险 如果不能把人救出来 你小子就要死 当天晚上来到深山摆笔记 小叶打算赌命完成重生 一个更复杂的计划即将上演 以姬拉的身份向老爸投案自首 世界知名侦探都在怀疑自己 那肯定没错 可能在睡觉的时候 化身成姬拉犯下的罪行 还把无辜女友牵扯进来 珊琪表示不可能 全天监控没发现无意识状态 甚至有点不理解这种说辞 小叶请求大家将自己调查清楚 珊琪自然不能放过这次机会 于是将她带进审讯室进行观察 五郎作为家属暂时休假 随之制裁戛然而止 一个新受害者都没出现 嫌疑自然也会越来越重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没过几天雷姆从天而降反击正式开始 三名刚被报道的罪犯接连死于心脏病 难道这么简单就能洗脱嫌疑吗 当然不可能 珊琪怀疑第三姬拉已经出现 老平不相信飞去现场一探究竟 同一时间有群人正在开会表决什么东西 某公司高管又遭制裁 时间回溯到买笔记那天 小叶拜托雷姆将笔记交给一位野心家 让那个人做我们替死鬼 实在扛不住自己也会放弃笔记所有权 只要用过笔记总有一天会被发现 最后珊琪一定去抓替死鬼 完成以上设想只能算成功一半 就硬读继续死咬我们不放 可丢失记忆怎么才能找回笔记呢 小叶坚信只要真心期盼一个没罪的世界 自然会找到并完成重生 雷姆物色到替死鬼开出一个条件 若想自由使用笔记 就必须将新闻报道的罪犯写在上面 其余时间随便折腾 他们每次都会票选一位竞争对手完成制裁 以上就是整个计划来龙去脉 被关押第14天 20名囚犯遇害 还有4位公司高管一起归西 第15天删棋拿出大杀气测谎仪 所有问题只需回答是或不是 第一个问题你是小叶吗 回答不是曲线明显存在波动 想骗过这鬼东西根本不可能 小叶嘴里说着反正你也不信自己 那还不如舍弃尊严 刘克收到暗号 说出舍弃两字等于放弃笔记所有权 小叶再次醒来一脸无辜 面对奇怪问题正常回答 测谎仪毫无波动 珊奇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脑子里全是浆糊 不过并没打算放弃 打电话告诉五郎 虽然没实质证据 但为了民众安全考虑 只能将你儿子终身监禁 五郎做出一个大胆决定帮儿子逃跑 开车来到废弃仓库 说起第一起劫持案 犯人死于心脏病 为了救老子 你才变成了姬拉对不对 小叶完全听不懂在说什么 我只是条闲鱼梦想当公务员而已 with the 我 私はこのとおり生きてるぞ 白信の笑みでした 天花美さんに顔と名前を晒して 监禁から特殿にわぜと 私はお前を疑っていた 本当にすまない キラを捕まえられるって 信じてるよ 解除笔记所有权会丧失记忆 若再次获得就能恢复 小叶和小杀洗脱嫌疑 结果差点又被拿下 因为还差一点关键证据 洗脱嫌疑和保持怀疑并不冲突 杀人事件仍在继续 可名单中有些人并不是罪犯 删奇决定将重点转移到四叶集团 小叶现在正义感爆棚 主动申请参与追捕基拉 相爱相杀的两人第一次合体 不对应该叫合作 四叶集团改变战法 今后让目标都死于事故 要不然很快就会被盯上 甚至还雇佣一位侦探 反向调查警方 八位高层每周开三次秘密会议 虽然他们很可疑 但还不足以正式介入调查 珊奇利用小杀一人身份 参加四叶广告海选 三人各司其职成功进入集团 到达25楼在兵分两路 小月假扮清洁工去会议室安装摄像头 警官松井陪小杀参加选拔会 吸引注意力 面试场景实时传回总部 一个叫巴贝的侦探通过平板电脑发问 知道小杀作为第二吉拉被审讯过 还问了很多珊奇和总部的信息 小杀没有隐瞒如实相告 巴贝在侦探界排名第四 实际上应该是第二 因为前三都是珊奇小号 是个非常难缠的家伙 小叶完成任务和其他两人一同返回总部 随之四叶集团高层例会开始 这些人丝毫未察觉到异样 肆意讨论下一个受害者 万万没想到小杀入围 此时有人否决 就必须重新投票 只用几秒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让小叶无法理解 五郎想通过视频逮捕他们 珊奇表示稳住 只能等刚才提到名字的人吸去 才能成为证据 巴贝建议高层们停止杀戮 警方有所察觉 折服待机才是上策 高层言听计从全票通过 随后珊奇接到巴贝电话 真实身份名叫尼亚 两位可是老熟人 眼镜检察官拥有扭曲的正义感 明明犯人最不可恕 却能轻易逃过法律制裁 心中有个声音告诉自己 也许基拉才是真正的救世主 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小杀 问基拉到底是谁 小叶第一时间赶走这家伙 脑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世上有一种人还是消失的比较好 如果能凭长相和名字 就能杀人该多爽 同一时间尼亚问珊奇 你把另一男人放在身边 就会找出漏洞吗 回答自己也不知道 她的表现基本无懈可击 如果基拉的能力可以转给别人 那大概率还能重新恢复 引领有种不祥的预感 珊奇布局许久决定今晚行动 让电视台协助加开一档特别节目 神秘嘉宾自称见过基拉本尊 还是四叶集团高层之一 号称手中有确凿证据 消息一出高层们异常紧张 突然屏风轰然倒地 立刻认出是小沙经纪人松景 不用想肯定要除掉此人封口 这就是珊奇的谋略 松景用的假名 他们自然无法杀人 八位高层中有一个真基拉 为了尽快除掉松景 必然给小沙打电话套信息 随着一个叫活口的高层打来电话 但绝对不能接听让他干着急 直播还在继续马上就要公布证据 活口立刻去车前往松景上班的地方 封了一样翻找名册 原来不叫松景而是松源 珊奇并没有着急收网 死死盯着监控看后续 费尽心机就是要揭开杀人手法 急匆匆写下名字 过去40秒仍然活蹦乱跳 那本笔记映入眼帘 实在无计可视告诉雷姆 拿半条命换死神之眼 总部两人完全听不懂什么意思 总之先让五郎做好准备 活口又急匆匆赶往节目现场 由于车速过快被交警拦下 正好实验下新技能 倒霉警察成为开眼后第一个牺牲品 可来到现场却只是个假人圈套 等待他的是天罗地网 每个人都戴着头盔躲在盾牌后面 珊奇让他交出那本笔记 ノートを出してください 降参だ どうも デスノート 私の旧選手なの 見せてあげるよ 嫌い 火口はどこですか 思い出した 俺の使命があったんだ 所有権を取り戻すためには 今の所有者を消せばいい これが俺の選んだ道だった 俺が世界を変えてやる 小夜作掉火口才能成为新主人 警方对笔记上的名字进行核对 证实全员死亡 规则已经完全暴露 上面没有火口名字 只能归类为自尽 小夜暗自得意 没想到还能把纸丝下来用吧 不过又冒出来两条新规则 奇异不在13天内继续写名字 主人必亡 这样就能彻底洗清嫌疑 因为自己跟小沙都被关过15天 奇二毁掉笔记接触过的人都会死 这样不仅能保住笔记 还能干扰调查 实际上两条规则根本不存在 开始行动前 让刘克偷偷加上去就行 珊奇并没打算放人 依然怀疑小夜 请他以朋友身份助自己一臂之力 小夜担心被识破 很愿意留下来观察 现在两人都能看到雷姆 试图询问使用方法 雷姆假装听不见直接跑路 等拿到另一个笔记 就能将此事画下完美句号 第二天偷偷告诉小沙 去森林取样东西就能恢复记忆 计划实施前夜 将两位死神依附的笔记进行交换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刘克冷血无情 完全不在意小沙寿命 为了重开死神之眼做准备 笨姑娘好不容易挖出笔记 却遭人袭击 消息很快传到总部 好在只是轻微小伤 一番试探发现并没有恢复记忆 更惨的是笔记已经被偷 完美计划彻底泡汤 自那之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很多罪犯离奇死亡 同学们应该已经猜到是谁了吧 没错就是检察官 刚好满足制裁罪犯的欲望 老哥不再迷茫 每天不睡觉疯狂写着名字 警方也跟着遭罪 再这样下去 监狱就会成为摆设 只能租出去拍小电影 毫无疑问还有另一个笔记存在 珊奇分析了两种可能 第一种情况 吉拉还在逍遥法外 第二种就是模仿犯或崇拜者 崇拜者给的小夜灵感 基本确定就是检察官 看来应该是跟自己 站在同一战线的朋友 第二天收到一个包裹 小夜打电话明确表示 老子就是吉拉 笔记落在你手里挺好 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消灭拦路人 包裹里面可是满满诚意 有苹果的地方就有留客 另一边珊奇陷入僵局 邀请尼亚加入 打算彻底和吉拉做个了断 就算失败还有继承人 小夜和检察官见面 貌似预谋着什么东西 第二天就来调查活口遗物 可东西根本不在总部 突然监视器自动打开 珊奇和小夜出现在某仓库 目光都集中在两人身上 这场较量 只有一人能存活下来 珊奇开始展开推理 如果笔记撕下来的纸张 能杀人的话 就能让想杀的对象 写下自己名字 比如探员小黑 不仅如此 还能当不在场证明 例如被监视也可以作案 只要手法巧妙 无论何时何地 都能完成制裁 第二吉拉要付出相应代价 才能做到看连秒杀 经过对比不难发现 其中有很大风险 活口就是很好的例子 松井出现在电视上没死 无计可施的时候望向一旁 应该是看见了像雷姆那样的东西 接着在不知道交紧名字的情况下 完成制裁 所以以上说法都能成立 超过13天就会死的规则 就像被某人量身打造一样 可惜就是没实质证据 然后对着监视器说 直播到此为止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跟调查无关 珊奇表示自己特别孤僻 直到遇到你小子 才对朋友产生兴趣 为什么要用那种东西 一切的开端都是从你爹当人质开始 阻止你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一看不为所动 那就玩真的 将小叶名字写在笔记上 为了保命两人展开争抢 由于打斗过于尴尬 我们直接跳过 检察官就在刚才开通死神之眼 通过短信 把珊奇真实性名发送过来 小叶完全没了顾虑承认一切 为了创造没有罪犯的世界 只能不择手段 然而写下名字 却什么都没发生 珊奇站起来一脸满足 假笔记圈套了解一下 这样就能验证所有推理全都正确 随后五郎等人感到胜负一分 小叶细经附体开始表演 现在死无对症说什么都对 稍加思索编好一个故事 告诉大家 珊奇逼我承认是基拉 不管如何解释都不相信 于是他把真名告诉自己 只为验证笔记真实性 不愿意还遭威胁 如果不这么做就把我名字写在笔记上 万般无奈只能照做 不可否认是自己杀了他 为写完的夜神月三个字就是最好的佐证 老爹却说这本笔记是假的跟你无关 从侧面再次验证儿子不是基拉 就这样用聪明才之家表演征服了所有人 虽然表面在哭 但心里狂笑不已 最后是检察官帮忙除掉最强大对手 胜利既正义多说无益 以后再也没人能阻止自己建立一个没有犯罪的世界 尼亚得知消息打算亲手除掉那个男人 管家一把将其拦下 让他一定控制住第二人格 整理遗物的时候找到一部视频 山崎葬礼上总部人员悉数参加 小叶迫切想拿回笔记 脑中一直在谋划下一步行动 管家突然冒出来传达山崎医院 将领导权交给唯一继承人尼亚 现在作为世界第一侦探 并能带领大家抓到基拉 小叶心中在起波澜 则了还那么讨厌 尼亚做了简单自我介绍直奔主题 认定基拉一定潜伏在检察院 因为那天只有他们见过真容 所以嫌犯一定就在这15人当中 小叶一听没怀疑自己渐渐卸下心房 这不就是一个小屁孩吗 晚上基拉团队在天台见面 小莎接触红色笔记记忆回归 然后撕下一片笔记绑在手臂上 这样就能让他保持恢复记忆状态 三人目标一致 只为构建出只有善良人的社会 最后成为新世界的神 团队互相配合让制裁变得更加迅猛 罪犯只要露面必死无疑 电视台不得已只能打马赛克 然而卵用没有 网上依然会流出个人信息 基拉的呼声越来越高 犯罪率直线下降 尼亚看起来毫不关心 整天懒洋洋瞎玩 实际上已经拨下复仇的种子 小叶遇到一个大麻烦只不够用 取回黑色笔记是在地形 藏匿地点只有老爸清楚 经过一番试探守口如瓶 为了不引起怀疑只好作罢 回到家闺女遭人绑架 对方只要笔记否则撕票 这帮人什么身份暂时不清楚 团队肯定不可能绑自己妹妹 那对方怎么知道有两个笔记存在呢 知道这些信息的都在总部 尼亚找到被绑架画面 没想到竟是漂亮姐姐小村 同一时间五郎电话响起 小村知道身份曝光不再隐瞒 只接受拿笔记换人 最多给30分钟时间考虑 五郎陷入纠结 就女儿等于助纣为虐 考虑再三先假装同意再说 双方约定明天交换人质 小叶本打算直接让检察官 用死神之眼搞定 刚要付诸行动 意识到这可是夺回 黑色笔记的大好时机 第二天五郎准备去交换妹妹 雷姆在一旁说明是真货 尼亚作为总指挥公布救人计划 五郎带着儿子交换笔记 特种部队在后面潜伏 完成交易立刻冲锋 充满阴谋的交易即将开始 突然尼亚第二人格苏醒占据主导 锁住管家让大部队赶往新地点 他才是背后真正的老大 第二人格名叫梅洛 拿到笔记扭头就跑 小叶计划又一次被打乱 回到总部问管家怎么回事 梅洛是个冷酷野心家 做事从来不计后果 大家的名字和长相也不再是秘密 随时都可能团灭 妹妹想起一个光头绑匪名字 警方数据库也有此人 小叶将详细信息发给小莎 让他在笔记上写下几句话 交出同伴名字和藏匿地点 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等死 又安排检察官以姬拉的身份 把消息透露给老爹 警方一直被耍得团团转 怎能轻易相信 万一是圈套那可不得了 小叶让大家认同 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靠着这个线索寻找 武郎犹豫片刻答应了下来 内心已经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 警方按照地址展开行动 两位手下突发心脏病 梅洛无力反抗 乖乖束手就擒 姬拉军团想除掉他轻而易举 检察官随时都能审问嫌犯 审讯当天却出现意外 梅洛不知用何种方法越狱 武郎觉得是有蹊跷问管家 山崎还留下过什么遗物吗 回答必须有 大概内容是 看到这段视频 说明你很想知道真相 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千万不要贸然行动 否则下场会跟我一样 不听那就一点办法没有 小叶顾不上那么多 先拿回笔记再说 来到停车场等小村到来 至于为什么会来 是因为已被控制 小村真名早已暴露 默默奉上笔记 面无表情转身就走 然后消除一切证据 尽最大努力不让尸体被发现 以上是检察官的笔记内容 小村找到梅洛掏出一颗手雷 回归自然谁也找不到 刘克感叹人类真凶残 小叶现在处于无敌状态 沉浸在新世界的幻想中 五郎从背后冒出来目睹了一切 即便如此还在奋力狡辩 先往别人身上泼脏水 一看不相信就说笔记是假的 老爹一把抢过来 老子写上自己名字也无所谓嘛 你变成如今这个样子 作为家长也有责任 为了逼儿子自首写下自己名字 直到最后一笔还在极力劝阻 要是心中感受到挣扎 那就是生命的重量 小叶卸下伪装全部承认 守护世界不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吗 换句话说 理想比亲爹重要 五郎深感无奈完成最后一笔 但笔记绝不能留在世上 小叶完全丧失人性 眼中容不下别的只有笔记 40秒后老爸遭制裁 执念下的喜悦泯灭了悲伤 面对追问又将责任全推到梅洛身上 在老爹尸体面前竟然还在说谎 至此彻底黑化 内心有个声音这样说道 想成为神 牺牲就在所难免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死亡笔记日剧迎来大结局 小叶在老爸葬里心如止水 认定建立新世界比任何事都重要 没有回头余地冲到底 妹妹暂时去亲戚家 警方被耍得团团转 梅洛打来电话慰问 逼死亲爹真有你的 别着急 我们马上就能见面 电话已被监听并锁定藏身处 警方发现小村和梅洛血迹 结合小叶证词将他定性为特级杀人犯 开始大规模搜捕 报复随之而来 小沙差点出车祸 检察官坐驾也被人动过手脚 基拉团队不得不商讨对策 等梅洛被捕 直接用死亡之眼就地消灭 顺带除掉总部所有人不留后患 管家这次也要参战 检察官一如既往制裁着罪犯 很奇怪 一个人都不认识 决战终于拉开序幕 第二天发现梅洛踪迹 警方倾巢而出 小叶通知检察官去那里捡漏 一旦死讯传出 小沙立刻将总部一锅端 今天将是新世界诞生的一天 随着医生令下特警冲进仓库 里面枪声四起异常激烈 有位队员受伤准备撤离 小叶健壮紧随其后 身材矮小肯定是梅洛 卸下装备竟是尼亚 所做的一切都是套路 绑架妹妹和搞偷袭 单纯为了激怒小叶 只要乱了分寸就会露出破绽 可那又怎样 检察官早已就位 并把你名字写在笔记上 然而过去40秒一点事没有 尼亚差点笑出声 你那红色笔记 别看只卖五毛钱 但质量特别好 检察官无法理解 之前还用他制裁过罪犯呢 管家编造假新闻一决 再入侵你便闹 没发现犯人一个都不认识吗 以上对话全被录音 警方将小叶包围 假枪战了解一下 五郎死前说过 如果自己不幸遇害 那基拉必然是自己儿子 绝对不要相信他说的任何话 所以我们才会互相配合设下陷阱 然后等着蠢蛋自投罗网 小叶强行狡辩 说小村才是罪魁祸首 原来小村是山崎人马 山崎下过死命令 自己一旦遇难 就让他和尼亚联手 管家又拿出一个视频 能看到就说明已被逼入绝境 虽然我们都在演戏 但绑架妹妹实在抱歉 真相大白不等于结束 必须让大家一同见证 什么才是正义 所以到底想认输 还是写下自己名字呢 小叶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法律无法制裁 老子帮你们肃清 犯罪率瑞姐难道不值得高兴吗 你们谁能做到这种地步 谁能引导世界走在正确道路上 尼亚给予致命一击 我们无法做到对亲爹下手 真是一个可悲的杀人犯 山崎真心把你当朋友 试图理解你 却落得如此下场 小叶完全听不进去 纠正世界受到认同 才能彰显价值 谁也阻止不了什么使命 检察官为了替他争取时间 用肉身吸引注意力 小叶趁机掏出笔记 准备除掉所有人 然而那是想太多 现在已经走火入魔 依然不肯放弃 身中竖枪爬不起来 只剩下一张嘴 还在反抗 你们真觉得这是道公平吗 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呢 检察官战力挺强 点燃油桶 为他取得生机 没想到又是个猪队友 恰好将小叶和两本笔记 困在中间 小杀记忆发生改变 检察官一头雾水 两人共享同一个红色笔记 被烧掉记忆消失回归正常 小杀记忆消失回归 准备 一口 好嗎 劉君 面對嗎 各位 大家好 再見